大家好,欢迎收看三分钟市评,我是经济日报的李多庆 昨天说到港股市底强,结果今天的走势都是类似的,亦都是抵开高走 跌幅很轻微的,注意今天成交变回大,我觉得都是一个开始有资金收集的阶段 我今天跟大家讲的题目是问谁领风骚,还没讲到题目之前,请大家看看恒指数 恒指全日只是微跌了39点,收报31501,注意成交活跃有成1436亿 今天成交大了,可能资金开始收集收集收集到未升,开始买了 今天大家都知道有一件事,就是诚哥说退休,诚哥几十年以来执香港的牛耳,首富都做了超过20年了 风骚了很久,他的退休相信是一个时代的终结,之后问谁领风骚,上一个领风骚的人物肯定是诚哥 之后呢,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些,不是本地的,可能是香港股坛呢,是内地的股份 为什么这么说呢,因为其实呢,现在内地真的不少股份呢,那些市值又大过香港很多了,是吧 大家知道,譬如腾桑市值很大了,那如果你说卖楼这么说,以前诚哥发起来都是因为本港楼市嘛 那一年卖几百亿楼,那其实都很紧要啦,在香港,但是呢,对比内地那些呢,就真的 现在是小毛见大毛,内地最大的那些内房股,一年卖楼,那个销售额,超过五千亿人民币 好像碧桂园这些五千六百亿,五千五百多亿人民币,哇,今年二零一八年肯定过六千亿的 这么大规模的销售额,那你想想,谁领风骚之后呢,那所以呢,下一阶段,问谁领风骚呢 就应该是,将那个焦点放下去,一些内地的股份身上高啦 好了,那说回今天的市先,恒指今天呢,看这幅图啊,都是呢,好像昨天那样,低开,又高走 啊,将个跌幅呢,就收集了,啊,这几天呢,整个礼拜都是在,这个星期一 个上升列口之上,就是三万一千区之上啦,在那儿,在那儿,想想乐乐珍持,似乎呢 就在那儿,一个收集的阶段,啊,等候呢,就向上突破,就是收购就向上突破啦 那突破到三万一千八百区呢,就视之为好了,在我自己估计呢,就是在下个礼拜 在联储局议息前后呢,就有机会呢,是向上突破 如果就算这个下个礼拜初不行,在下个礼拜尾都有机会 啊,因为联储局在星期四,香港时间星期四呢,就知道结果 其实那次一定加颜色的啦,那最重要就是看那些议息声明啊 啊,和呢,这个新的联储局的主席,啊,他讲些什么的而已 啊,那如果呢,令到市场釋坏呢,是有机会呢,令到市呢,是冲上去的 好了,恒指固然在这儿有一次收集的情况啦,国企指数其实也是这样 国企指数就介乎一万二千五百到一万三千点之间那儿上落啦 又是连续五日呢,都是阳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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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的,在这儿收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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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收的那样 好了,事实上有一部分股份呢,就不等了,已经呢,开始呢,先走的了 刚才都讲到啦,成哥发迹就是靠这个内房,靠这个房地产啦 那现在的内房股很厉害的嘛,是吧 那今天呢,港股里面其中一个sector很厉害的,领风骚的,就是这个内房板块了 内房板块里面呢,恒指成份股里面呢,就以这个碧桂圆升幅最大 啊,今天升成4.7% 其实昨天都有讲到这个股份的啦,就是说它已经冲破了啦 这个阻力位啦,现在升了上来,那今天呢,再上,回补了呢 二月初那个下跌裂口的啦,那现在去到16.56 好有机会呢,就上回去呢,一月那个高位呢,大概19元的水平,甚至更高的 哈,因为它都还未公布业绩嘛,昨天都说了,它公布业绩之后有机会呢 哈,就是比较好一点的指引呢,应该有机会再冲高一点都未顶的 那另外有一部分股呢,哈,就是内房股呢,中小型那些,都在这呢,追紧落后的 中型啊,那好像佳兆业这些,哈 哈,今天升成8.5%升幅都不小的啊,哈 那相对其实因为它落后一点咯,它今天收4.6,哈 啊,你见得到,其实它都未破之前那些高位的嘛,好像这个碧桂圆那样,都是未破 那现在追回上来而已,哈 那后市点呢,都是有机会探回顶的,就是试回前浪顶,大概5.5这些水平 那另外,合景泰富一样是这样的,今天就升破这个三角形阻力线了 也都是在这里,追回落后去到13.02收市,升7.6% 后市有机会上去14元,就是前浪顶的水平的 那相对上呢,有些股份其实已经冲了,破了顶的了,好像 今天,中进置业,升6.5% 一样是收4.6,和佳兆业一样,但是这已经破了顶上去的了 大成交的,那这些走势良好啊,这些应该是什么啊,一调整就要吸纳一点的了, 吸纳一点的,应该是一浪高于一浪的走势来的,那奥元一样是这样的,奥元呢,要说多两句啊, 因为它的公布业绩之后呢,对今年2018年的销售指引呢,就非常乐观的 预期较过去年呢,就增长呢,应该有60%的,60%不少东西的 那所以其实呢,你见到前两天,曾经已经有一天,是假突破过 应该都有人收到风的了,那之后呢,现在都是,真突破了 那样,今天升4.75%,这只股份,今天大成交上的,特别是U盘的时候呢 下了一亿多的,一亿多的成交,只是U盘那个时刻 那所以呢,这只股份我觉得是有人收货的,也都有机会呢,继续上 8元,9元,10元都有机会见的,因为它这些,今年的PE的低单,还是单位数的,就是很便宜的 这些股份是特别股息,再连同它那些股息呢,都挺肥的 那今天呢,升3.26%,收71.2元,如果它有回一些的话呢 都可以吸纳,稳健之算 好了,今天的分析是这么多了,多谢大家收看 一打第二 大概 点iga 一打的 还 另一 午